孙洪磊响演主角,徐征林片酬也要来,黄渤只是男五号,什么电影? 近几年有一个喜剧系列电影特别火,它就是炯系列,而一提起炯系列就不得不说它的导演徐征。 徐征凭借着这个系列的电影一路走红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,而几年春节档上映的炯妈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 作为一位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半路出家的导演来说,这个成绩是非常亮眼的,这个成绩已经是一个能够很自豪的成绩了,但是几年前徐征林片酬出演了一部电影,果不其然,桃红是对的,这部剧播出之后爆火,徐征也从这部剧中得到了启发,走上了转型的道路,成功地创作出炯系列喜剧电影,而影帝黄渤也是想要参演这部剧,最后他出演了剧中的男五号, 虽然是男五号,但是依然没有掩盖住影帝的光环,黄渤凭借自己的成熟的演技,成功地刻画出了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。